他問說下列哪些選項中的資訊當作已知條件時 可以在座標平面上求出椭圓方式 就是下面的條件哪一個可以決定的一個椭圓 一選項是說椭圓的四個頂頂的座標 現在椭圓上四個頂頂的座標都被決定的話 那這個椭圓能不能被決定? 可以,為什麼? 首先這四點如果被決定的話 中心點也會被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長軸的兩個端點的中點就是中心點 中心點O被決定 然後這四點被決定的話 代表半短軸也被決定 那這個呢 半長軸也被決定 那假設Oz點是hk的話 那麼這個方程式就是 就是a平方分之x-h的平方 等於1 也就是說 四個頂頂被決定的話 這個椭圓就會被決定 所以a這個選項是對的 照樣看b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是說椭圓兩個焦點座標 兩個焦點座標 兩個焦點座標 f1、f2被決定 那f1、f2被決定的話 那中心點也會被決定 中心點就是這兩個焦點的重點 O也會被決定 好 然後呢 即椭圓上任意點的座標 椭圓上任意點座標如果被決定的話 那麼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a也會被決定 這個就決定c c能夠被決定 這兩個加起來 這個因為如果也是這一點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算出來 算出來就是2a 所以a也被決定 那a跟c都被決定的話 那b也被決定 而且呢 這個O這一點被決定的話 所以呢 這個椭圓也就會被決定 這個 只要中心點知道 長軸短軸都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出它的方式 所以這個b這個選項是對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c選項 椭圓的長短軸長度 長短軸長度知道以後的話 我們還不曉得它的位置 為什麼 長短軸都知道以後的話 我們只知道出這個椭圓的形狀 但是它的那個中心點沒有被決定的話 這個椭圓可以隨便移 可以隨便移 所以這不行 這個椭圓沒有辦法被固定 這樣我們看一下d d的話它說椭圓兩個焦點坐標 兩個焦點坐標 即長軸的長度 那長軸長度的話 這跟這個一樣 就是這樣 O也O跌了 C跌了 那長軸的長度的話 就2A 2A跌的話 那是AA跌 那可以算出b 那這樣的話這個方向式就可以被決定 所以d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e選項 對 腿的中心坐標 有一類的相似的椭圓 但是沒有辦法固定一個椭圓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應該選a b 跟d 一定可以選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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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